哈囉大家好 那相信最近大家很多人的等級 應該都已經邁向500級了 或是已經突破500級了 那在今天的影片就要跟大家分享 究竟500級以上的這個巔峰點數 該怎麼樣點會比較好呢 會在今天影片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 那我的頻道 日後也會有很多關於暗黑不熟的相關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也要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那如果你覺得這影片拍得不錯的話 可以點擊超級感謝給我一點鼓勵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那首先的話呢 還是要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很多的觀眾每次在PO完 我的這種類型的影片都還是會問喔 就是其實在這個巔峰數裡面呢 有幾個叫做背景屬性的數值 就是圓圈的 那圓圈的部分呢 第一個要點滿的會是傷害 喔這個應該是毋庸置疑 第二個之後呢 可能就可以有一些討論囉 那如果你是屬於輸出型的角色的話 我個人第二個 覺得第二個應該要點滿的 應該會是護甲穿透啦 那第三個部分呢 可能就是因人而異 喔因角色而異 如果說你的角色控場技能比較多的話 那應該就是要點滿效力 那如果說你的角色控場技能沒有那麼多的話 那應該就是可以去點滿那個護甲值 喔那除了控場技能以外 譬如說如果你角色可能很多持續性的傷害 像燃燒啊等等的 或是有中毒等等的 喔那你其實點效力都會可以幫助啊 他的一個加成 所以這個大概是 就是這些背景素質所代表的意義 護甲值護甲穿透效力跟抗性 第一個先點的一定會是傷害 那傷害之後呢 可能就因人而異喔 那我個人會覺得 第二個該點的應該是護甲穿透啦 那第三個的話呢 如果說你今天的角色沒有那種持續傷害的技能特別多 那就是點抗性 那如果有非常多的話 那就是點效力 大概是以這樣的一個方式去點滿這個巔峰數 喔那效力跟抗性其實是一體兩面啦 所以一個角色他的效力越高 喔其實你不應該點的是平均的 因為你這個效力跟抗性都是 跟就是怪物喔 或是跟對手再來做一個比較喔 所以如果你的效率高 然後他的抗性高 那你們剛好會是一個打平 完全就是沒有差 那如果你的效力一半 他的抗性更高 那你的效力這個其實效果就沒有差了喔 所以我會個人覺得說 效力跟抗性這個部分呢 如果說點數不夠的話 可以選一個來把它點滿 那我現在大概是494級喔 所以還有X6級來到了500級 但是呢 應該不會差太多 目前的傷害是來到了4000點 那生命值呢 是來到了 加到了8000 喔那抗性的話是加260 效力的話是180 然後在我的護甲穿鬥是312 護甲值是160 這大概是我TOTAL的一個數值給大家參考 那我覺得在之前的這個版本更新 寶藏獵人其實得到很大的一個BUFF啦 所以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基本上呢 不管在刷野或是刷布本 一定都是寶藏獵人的一個常駐喔 所以我其實唯一有在養的這個巔峰術呢 應該就是寶藏獵人 那另外的話鬥士其實就是偶爾打戰賞 所以我的鬥士其實就是把上面點滿 那寶藏獵人呢 我是幾乎快把他點滿了 寶藏獵人的部分 我是點到這個貪念 喔然後還有這個 幸運我也把他點起來 那所以其實我在刷野 我在刷副本的時候 現在那個怪掉非常多的那種狂暴球啊 或是等等其他的一些球 喔那或是補血的 啊或是說技能CD重置的那個球 我個人覺得 其實會讓你在刷野或刷副本喔 打整體打起來呢會來的更順暢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我的這個點法 那我的寶藏獵人是幾乎都點滿了 喔剩下這邊沒有點 這邊幸運值跟這個貪念都把他點起來 好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吧 那我現在194等的話呢 基本上我這邊 喔在征服者的部分呢 我大概是點到這邊 這個也很重要喔 就是征服者的這裡的話 喔這個是可以加大你的背包的藍列數加3 寶石背包列數會加3 可以讓你的背包更大 你就可以更久不用回家 那這個重要性會對於說 如果說你今天沒有買封營恩點的玩家 因為封營恩點的話 本來就會讓你的鞭包變大嘛 你是比較屬於無課玩家 這個一定要點起來喔 那我個人會覺得這個征服者 這排的這個東西 要點的時機點 會是在你點完攻擊的時候 你再來點喔 你再來點 那我們現在實際的這個 等一下的如果大家還有不太清楚的話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喔 我們可以再跟大家討論討論喔 所以征服者這邊的話 這個一定要把他點起來 那之後的話 在我水準等級越來越高的時候 我應該就會把這個 護甲穿透給他點起來 因為像我玩武僧啦 那之前玩野蠻人或是玩壽明人 其實暴擊呢 一直都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喔 所以暴擊很重要的話 護甲穿透其實就是加暴擊傷害的啦 所以我之後這邊應該25點 會把他點起來 喔那再來是生還者喔 生還者基本上如果大家是 500級以上的話喔 你的優先順序到底是要先點 征服者的攻擊 或是要點生還者的攻擊 其實影響意義不大喔 因為一定都夠喔 一定都可以把他點起來 所以 生還者大概我目前就是點到 這個攻擊這裡就夠了喔 所以大家可以 可以也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保養鏈剛才就給大家看過了 那鬥士的部分呢 我就是一路點到攻擊 然後再把這個詐使呢 也把他點起來喔 那之後的話 我應該會先站放在這邊 士兵的話是我目前在點的喔 就點到攻擊之後呢 再加點一個鬥士 那之後呢 護甲穿透呢 就是會盡力 盡量的把他給他點好點滿 那這邊20點嘛 再加剛才我們看到 增幅者那邊25點對不對 所以至少到現在為止的話 可能到520級呢 都還沒有點完 都還沒有點完 那我個人覺得啦 其實在官方已經有說了嘛 在3月30號的時候 有可能會有一個大更新 所以在這個大更新來的時候呢 大家可能 有可能啦 會有新的巔峰數 或是之後可能可以啟動 兩種以上的這個巔峰數 也不一定喔 好那戰術策劃的部分呢 我一樣是從這邊點 那其實這個是之前 有很多的一些玩家 同學有建議啦 其實從這邊點會比較快 但是為什麼我走這邊點原是因為 其實我最終還是要點護甲穿透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去浪費 一點去點抗性的 我就是從這邊效力 一路這樣子點過來 這樣我也是可以去點到護甲穿透 那也可以把攻擊點起來 那基本上你是 如果是等級500級的話 這樣點的話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是這樣點 我就沒有從中間切 中間切會省比較多點數 但是你的護甲穿透就會點不到 所以我大概是這樣子點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戰術策劃 我應該就也是差不多點到這裡了 那接下來是殺戮 殺戮的話呢 是我已經把攻擊點起來 另外是護甲穿透 這裡25點 我也把它點起來了 這個也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征戰者的部分 征戰者的部分呢 也是把攻擊力點起來 那所以這裡的話 我是走了這邊 這邊是最快的 這裡走完之後呢 再把下面的這個5點 一併也把它剪起來 這個是 這個護甲穿透的部分 這裡我也把它點了起來 好 那再來是決鬥者啦 決鬥者的部分呢 這邊的25點我已經點好了 那這邊的10點呢 我也把它點好了 那以上呢 大概就是我全部的 巔峰數的一個點法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不知道你們對於說 巔峰500級以上的巔峰點數 到底要怎麼點呢 都歡迎在以下留言囉 那在幫大家總結一下 第一個呢 要點的就是攻擊 500級的點數呢 所有的巔峰數的攻擊 都一定可以點的到 所以這個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是主要用的巔峰數的話 目前就是寶藏獵人跟鬥士 所以寶藏獵人的話 幾乎點滿了 剩下這個生命值沒有點 那鬥士的話呢 是就是點到攻擊這邊 那再來攻擊 如果全部每個巔峰數都點滿的話呢 接下來要點的 就會是在護甲穿透的這個部分 那護甲穿透 如果說每個都點滿 第三個呢 你可以選擇要點抗性 或者是要選擇點效力 那當然有些人這個時候 可能會選擇要把生命值點滿 也是可以 那我覺得可能要看角色啦 如果說你今天是角色是控場性 持續傷害多的話 那你可能先點效力 那如果你常常玩戰場的話 怕被人家暈的不要不要 那你可能可以先點抗性 那如果說 你想要就是活久一點 不要常常喝補血藥的話 那你可以點生命值 那但是我個人覺得這個遊戲還是 攻擊就是等於最好的防守啦 所以我可能都會點就是 以攻擊為主的 譬如說像攻擊啊 或傷害 或護甲穿透 或者是說這個效力等等的 那以上的影片呢 那大概就給大家參考 如果說你們在點這個 500字以上的巔峰點數 還有什麼樣的一些問題 或是有什麼樣的建議 想要討論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可以一起來交流交流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拜拜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們下集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